妈妈 我肚子疼 你告诉妈妈 哪里疼啊 这里 这里 是吗 彤彤 爸爸带你去医院 等一下 彤彤 告诉妈妈 肚子疼是哪一种疼法呀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肚子疼 那会不会像上一次拉肚子一样 这里绞着疼啊 应该就是吃坏肚子了 没有多大问题 我们先去来一个臭臭好不好啊 好了 快走 走 来 妈妈 快点 好 用力气 来加油 一二三 用力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啊 妈妈 拉完了 拉完了呀 嗯 好 倔屁股 妈妈给擦一擦啊 好了 要不要帮忙 没事 阿桑 带她出去吧 来了 彤彤 来 好点了吗 好一点了 没事了吧 彤彤 来 你在做什么 没事了 彤彤应该就是吃坏肚子了 可能是烤肉没手就吃了 没大碍的 彤彤平时消化不太好 所以我每次不会给她吃太多 还好我随身带了这消化不良的药 如果明天彤彤还难受的话 把这个药再给她吃两片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啊 不好意思 真的是我太疏忽了 所以才 再让彤彤拉肚子 没关系了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要不然这样好了 不行的话你今晚就住在这里吧 我是怕 万一彤彤半夜不舒服 你也方便照顾她 那好 五小姐 请慢用啊 辛苦了 厉先生 您要的睡衣啊 我已经放到客房去了 好 谢谢 是新的 谢谢啊 没关系 喂 你在哪儿 在公寓 彤彤呢 她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我让她吃了药 就在这边先睡了 你怎么随便让她在外面留宿过夜呢 这是我的房子怎么能算随便过夜呢 总之 我希望以后这样的事情少发生 我睡了 坐 刚才是厉伯母啊 嗯 你们之间一直是这样吗 嗯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 你提起你父亲啊 我不是有意要打听你的私事的 对不起 没关系 其实我小时候跟童童一样 没有父亲 我母亲跟我父亲谈恋爱的时候 就有了我 后来我爸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他就跟他结婚了 我妈被抛弃以后 从此她的性格就变得比较偏激 我相信你已经领教过了 我妈生下我之后 就再没有结婚 所以我后来 随我妈妈的心 那 你是怕童童 和你一样恨自己的父亲是吗 我妈的心 感谢观看